又一部改编马博庸同名小说的剧集来了 仁华县的说服战策里 有一个大事了 一个巨大的错误 显微静下的大名 热度破8500 但口碑极具争议 改编马博庸小说的影视作品 时常被诟病剧本问题 破天荒的事 这次他亲自担当编剧工作 资卷案是我在明代的档案库里面 挖出来的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案子 最初就是因为这个故事 我觉得改编难度非常大 很多编剧觉得这个东西几乎没法改 因为里面几乎全是各种关于数学的辩论 我说我来试试看 为了戏剧性 改编过程又做了什么调整 整个仁华县 那关你什么事 数字有错 不应该是互防复得纠正吗 这前两只事 那是一级压一级 你得向上找他 爹3530是什么意思 记住这颗数字 爹一生的工作都在这里了 既然都来到了仁华 必须要尝尝我们的风势火腿 我记得我能说 在小说里 帅家末是个数学学霸 脑子转得很快 做事谨慎 在剧集里 帅家末似乎只有呆 加上张若云的演技充满争议 帅家末 剧本给他的定义 其实是一个算呆子 十两本金 九初十三归过两期 应当归还一十六两九钱 这个人必须得是 极度的诚挚 他有他看上去很神经质 很疯癫的地方 但是其实你仔细去想想 他说的东西很简单 很能是不容易 就是数字就在哪里 但只要孙范老 搞公平下任意译住你 我与你重新赡量 当然 这部剧在《浮华道》上 得到了大众的一致认可 整体的建设风格是灰派 白墙灰王 所以说水墨感 它肯定是有的 这部戏大规模的都是实景 卢宅非常具备质感和亲事感 能给观众带来 出面而来明朝的生活状态的感觉 有你把温柔的心堂固着余念 纵然是放过千山一路封烟 你是终于我一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